是善做好了 三规五戒 乃至于沙弥律 都没有困难 真做得到 所以一定把根找到 千万的 不可以侵蚀这个根 这是叫小孩的 我们何必要学呢 他不知道 菩萨 八万四千细心 从哪里来的 是善展开的 那你就知道 儒家也讲三千为一 从什么地方展开的 从五常 四为八德展开的 换一句话说 就是弟子规展开的 你们细心去观察 弟子规文并不长 一千年八十个字 你想一想 五能 五常四为八德 是不是统统在里面 你能找得出来啊 统统在里面 所以弟子规 做到了 儒家所讲的 独行 你就真的落实了 落实独行啊 那个人是神人 是仙人 真正落实 你去读四十五经十三经 你才会读出味道来 你才有真正的体会 孔子是存的什么心 孟子是什么心 你能体会到啊 为什么 你的心跟他心一样啊 不一样体会不到啊 属于他的眼 字字句句 里头有味道 佛法里面叫法位 如果我们念佛人 都有这么好的基础 只要犹如受到这三个根 那我们每一句佛号 都跟阿弥陀佛 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这就是决定往生啊 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才真正报了恩 上报四重恩 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有能力 像佛菩萨一样 社发界里面的众生 有感 我们自然就有印 这个印呢 印就是帮助他 类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